對喜歡車的朋友而言呢 其實心裡都會有一台法拉利 Predencing Host不只帥 它等於是車迷心裡的一種信仰 那我知道很多人喜歡法拉利 可是卻很少人他會進來展監參觀 那今年呢 剛好是法拉利他建廠75週年的日子 那剛好台灣蒙地拿的內湖展監呢 經過重新裝潢 所以我就帶大家來逛一下法拉利的展監 走 那進來展監呢 你會看到他這邊呢 擺了兩台SF90的Stradale 那SF90呢 我們之前已經有試過車 他等於是千匹馬力 就消拱耶 但是他又很安全 能夠讓你在刺激興奮之餘 去享受速度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進行完整的試駕 所以可以到下面看一下我們的試車影片 那主要呢帶大家來參觀一下Showroom 而且你知道法拉利現在已經進入了Hybrid的世代 可是也不能說現在才進入 事實上他在2010年的時候呢 他就已經有開發599的HiCurse 當時他那一匹馬達100公斤重 但是多了110匹馬力 也讓那一台599呢進入了730匹的領域 那現在呢你會看到最新的296 296其實是我覺得算是相當漂亮的 中式引擎的法拉利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它是Baby Ferrari 可是我的解讀不一樣 因為大家會覺得習慣了12缸8缸的法拉利 那麼6缸的法拉利感覺是怎麼樣呢 其實原廠就是義大利人給它一個稱號叫做Picoro V12 那Picoro呢他們意思就是說它是Little的意思 就是小的12缸 因為據說這一台車的引擎聲浪很尖銳很咆哮 但是我也沒開到過 但是先講一下就是它的造型 首先在車頭的部分呢 它的空力表現很帥很漂亮 而且你看到它有一些孔洞呢 都有實際上的功能 那麼你一直走到車尾就是B柱的部分呢 它等於是延續過去250LM的那種設計風格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它的主動空力呢 甚至是延續LaFerrari的那種設計 就是包括在車尾的部分呢 它不只有這些孔洞喔 你在剎車的時候 重踩煞車的時候它這邊還有一片尾翼會升上來 就是它可以提升主力 就是讓你在車子的就是煞車的性能也好 或是在高速行駛的時候它可以產生更高的下壓力 就是以這一台車呢 在時速250LM的時候它有360公斤的下壓力 而且你現在對看它這個螢幕 這個螢幕呢 220吋 算是很大的螢幕 那這一台車呢除了漂亮以外呢 你會發現它的性能其實也很突出 它總共有830匹 就是296的命名由來 當然就是它的引擎 V6引擎呢 排氣量是2992cc 但是它是V6 但是120度假角 它等於把Twin Turbo呢 剛好放在那個假角那邊 所以它等於體積會相對比較小 但是比較厲害的是 它光是那一具馬達呢 它產生的動力就很嚇人 可以讓它的縱效馬力呢 有830匹 因為光是馬達就有167匹 0到120.9 0到200 7.3秒 7.3秒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它的加速 甚至比V8 Twin Turbo的F8要來得更快 所以這一台車呢 我相信雖然換上了小引擎 但是開起來還是會很過癮的 那除了介紹車以外呢 大家來看一下展間 就是你可以在展間 像我喜歡模型 那我就會看到很多 AMOGAN的模型 1比8的 每一台我都很開心 那AMOGAN的模型 你如果沒有進行客製化 它的起價大概一台三十八萬 就是你現在看到三十八萬 這台純粹有客製化 F40這個還有皮箱 這台可能就要破四十 它就是不同的車 它一樣跟真車一樣可以做客製化 所以這是我每次來展間 我都很享受的部分 然後你看到SP-1 哇就之前就是 SP-1發表的時候你也看得到 然後還有就是 它的24小時Daytona的那個賽車 參戰的車輛 330 P3跟P4 那很過癮 那你知道330 P3跟P4插哪嗎 形式一樣 主要是插在公油 P3是化油氣 P4是電子噴射 順便科普一下 那這裡呢 還有擺一些精品 還有像小模型 就是喜歡法拉利的朋友 也可以在這裡消費 那進來呢 這裡是算是他們的客修區 這個客修區呢 很精緻 因為它除了擺模型以外 還有Ferrari的專輸 就是法拉利的車主雜誌 全部都有 然後呢 上面還有一些像真車的方向盤 你會看到 感覺很古樸 就是整個橙色是讓我覺得舒服的 然後還有這個M檔 那當然這個都所廢不知啊 因為你知道它每一樣東西 即使是舊零件 它都算是精品 然後呢 在對面的部分呢 這個叫做品牌大使的辦公室 那當然它也會接待VIP啦 我們順便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這裡面呢 就很素雅 很簡單 然後 羅馬的畫啊 然後一樣有擺幾個模型 那在展尖的左手邊呢 你看到的是 Intelligent War 那有些朋友會說 怎麼電視大小不一啊 然後就是放一些影片 但是這個厲害的是 它跟義大利原廠是同步的 等於你去參觀法拉利原廠 它現在播的影片 跟這裡現在是同步的 零時差 因為它們是連線的 然後比較特別是 你現在有沒有看到這個大模型 這個是底盤 你知道這個底盤啊 這個桌 這一桌這樣子 我預估啦 大概也要上兩百萬 因為它是488 Pista的底盤 就是受風的時候 那個風壓的分布 就是你這樣撞風前進 然後我們底板 它會跟路面產生吸附力 然後它的氣流 就是從這些導板 然後這樣導出來 然後呢 在這一個大模型的後面呢 這邊是它的選配式 什麼是選配式你知道 就是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有一台法拉利已經很幸福了 可是每個法拉利車主 都會希望它自己的法拉利 能夠與眾不同 那這時候 它就需要選配 當然更高檔 它還有Telermade 就是它可以全部客製化 但是這個選配式 就是譬如說你的方向盤 一樣是Martino方向盤 但是我可能會需要 比較特別的顏色 好比說這個是用紅色皮革包覆的 然後碳纖維包覆 我上面還有義大利國旗 那這時候就可以在這個選配式完成 像這一支咖啡色的也很特別 它這邊呢 是擠皮的 等於你在劇烈抄架的時候 比較不會手滑 那在牆面這裡呢 就是它的特殊車色的選擇 那當然這個選配式的這個牆 它是可以移動的 因為可以讓你透過不一樣的光線 去感受那種線條折射以後的那種感覺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在座椅的部分呢 它也一樣很有細 就好比說這一張座椅 會讓我覺得很古樸很復古 就是你如果買新車選這樣子 你朋友會覺得 你這台古董車怎麼看起來這麼新 反正它的皮革的特色 那很多朋友呢 蝦可能會比較戰鬥 就像我比較Hardcore 我就會選這一張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近似賽車 就是它這個橫條紋呢 其實這是防潛滑的功能 而且它這邊還有孔洞 就是好像它把古樸的賽車元素 融合在新車裡面 那另外呢 包括你會看到它的輪圈 它有碳纖維的輪圈呢 這也可以進行選配 然後還有整個座倉的皮革 它皮革一樣很講究 就是你額外選的話 它這些皮革呢 都是精挑細選的 基本上是以小牛而來啦 然後它的身上呢 就是不能有這些拔痕 被蟲咬的拔痕 所以整個大概就是這樣 會讓你覺得有一種 冰質如歸的感覺 好啦 帶大家參觀完Ferrari的showroom 那你也可以透過這個影片 大概知道 就是富豪們進來這個showroom 它能夠參觀到的東西 謝謝今天的觀賞 那祝福大家有一個愉快的 晚上時光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快的回覆大家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